据媒体报道,韩族Running Man熬过节目停播危机,三日宣布停加新成员,要来协星梁士灿和女演员全昭明作为新成员,以八人行事进行节目。 不过消息曝光后,却引起粉丝极大反弹,甚至有大票网友跑到二人社交网站留言滚出去。 梁士灿与全昭明,因为过去参加节目的亮眼表现,被制作单位看中,将以新成员身份正式录像,但是他们的Instagram下,却留满了Get Out,不要破坏Running Man等字眼。 有死中观众认为,在该日退出后,现在六人就已经足够,不希望加入新成员来破坏平衡。 更有人猜测,金中国宋志孝可能依旧免不了下车的命运,所以才会找两个人来递补。 话虽如此,还是有不少粉丝为梁士灿和全昭明加油,表示很欣赏两人过往的表现,希望能因为他们RT Running Man增添新的趣味。 目前,制作单位已经和梁士灿、全昭明商谈过,也已取得原本六位主持人的同意。